加州晚間將近9點鐘 州長紐森看起來神情輕鬆 因為罷免案結果大致底定 他躲過下台危機 根據CNN最新出口民調 超過60%選民反對 罷免民主黨籍的州長紐森 讓他繼續穩坐州長寶座 當然總統拜登也暫時鬆一口氣 投票前拜登核起紐森急催票 還打出恐慌牌 警告一旦罷免成功 紐森可能被呼聲最高的 共和黨候選人取代 而他根本是川普副制人 不只把川普扯進來 投票前副總統賀錦麗 也飛往加州站台 這些策略果然奏效 拜登上任後民主黨的第一次小考危機解除 TPBS新聞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P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P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